这天的牌桌上老棉的手气很壮 开杠自摸赢的是不亦乐乎 有赢的就有输的 对面这个一脸虽像的牌搭子 点炮点的都快自闭了 直到输光了身上的钱 虽宰九南是个出租车司机 本来老婆孩子热炕头 生活倒还过得去 周围很多人纷纷送老婆去韩国打工 不仅日子过得潇洒 每月还能收到老婆回来的钱 九南也心动了 借了六万块把老婆安排了过去 可不仅回头前没看到 人也失去了联系 这让本不富裕的家庭 更加的雪上加霜 债主必得紧 靠开出租那俩钱 也是九牛一毛 这人急了就老想捞点偏门 九南也没别的路子 就是泡在麻将馆 指望能在这翻身浓奴把歌唱 可毕竟赌神只存在于电影里 这不辛苦赚了一天的钱 又输光了 本来就气 今天这牌搭子说话又阴阳怪气 我怎么让你吵了高丽棒子 赌神没附体的九南 乌鸦哥倒是附体了 掀了牌桌上演了全武行 看热闹的人群里 老棉却若有所思 梦里正在和老婆翻云覆雨的九南 被债主拉回了现实 小子运起来了 你有救世主了 随后九南就被带到了老棉混迹的狗室 两个干犯人先是怼了一顿大骨头 谈话间老棉对九南的情况了如指掌 我也不啰嗦 你去韩国替我杀个人 账也能怀上了 顺带还能找找老婆 你日子都过成这凶样了 你还想像那些狗一样活一辈子 说完转身下了车 回到母亲家的九南 看着熟睡的女儿 他下定了决心 老棉给了九南刺杀目标金教授的地址 并以他的名字开户存了钱 带着对方大拇指回来 我就告诉你密码 敢跟我玩花火 小心你全家 一路周车劳顿 九死一生 九南非法入了境 街头人安排他吃了顿饱饭 并给了他回程的上船地点 十天以后准时到 晚了你可就回不去了 临走还给了个善意的提醒 我不管你来啥目的 还是戴个帽子比较好 于是 一个戴着绿帽子的九南出现在了首尔街头 别说 虽说不是专业的 但九南很快就摸清了金教授的日常规律 准点到家 司机在楼下确认房间灯熄灭后 离开 他又趁着白天在楼梯间来回熟悉着自己的计划 这些天 找老婆这事也没耽搁 从他打工的餐厅 酒吧一路追查 找到了老婆最后的落脚点 赶到时 房间内却一片狼藉 人去楼空 询问邻居后得知 老婆和一个男人刚刚吵完架离开 但明天就是回去的日子 先把正事办了 完了 估计这对狗男女就回来了 他刚到门口 九南就看到两个鬼鬼祟祟的人走进楼里 这是遇到抢活的了 没一会儿 司机和金教授回来了 一切如同往常 司机在楼下抽着烟 他九南在远处看得清楚 楼梯间已经干起来了 司机在楼下面漏焦虑 可就是不上去 这时 九南在对面看的木凳口呆 这时的司机才砸开玻璃门冲了上去 九南也握刀紧跟了过去 小心翼翼迈过大片的血迹 却赫然看到司机的刀 刚刚插进了老板的脖子 司机也被突然出现的九南吓了一大跳 看到九南手里的刀 一句话不说 踢刀走了过来 俩人你来我往一通比划 司机滚下楼梯时 要害着地 眼看也活不下去了 九南慌了神 回过身 砍下了目标的拇指准备跑路 刚抬起头 却看到一个女人捂着嘴 目视着这一切 她是金教授的老婆 就在这时 楼下多辆警车赶到 九南慌乱中 跑进金教授家里 又翻出窗户 顺着管道跳下了楼 深夜的街头 多辆警车和数十名警察 却让一个出租车司机 在眼皮底下跑掉了 第二天 金教授被杀的新闻 顿时成了头条 而来到上传地点的九南 却发现根本不对 打电话联系老棉和债主 却已联系不上了 九南这才察觉 自己是被当枪使了 而警方也开始了 全程抓捕行动 他坐上了大巴 他准备跑路 却遇到了警方的 临检路障 慌乱中又成功逃脱 不过这次胳膊却中枪了 荒山野岭中 野狗一样的九南 一边自己包扎着伤口 一边绝望地哭出了声 就凭这段哭戏 九南拿个影帝 我感觉也不过分吧 可让九南更绝望的 还在后面 经过警方调查 被杀的金教授 光鲜的名头下 却黑产无数 现在不仅警方 在全城搜捕九南 与金教授关系密切的 本地黑帮老大江社长 也派出大批手下 要抢在警方之前抓到他 原来是江社长 买通了金教授的司机 司机又安排了 两个刀手暗杀金教授 结果俩刀手领了盒饭 司机估计不死 也是植物人 可江社长却以为 九南是司机找的刀手 害怕警方抓到他 牵连到自己 随即派托马老崔 带人调查九南的身份 得知九南是非法入境人员 老棉身为最大的舌头 进入到了江社长的事业 投马老崔这时提议 既然找不到九南 那就从源头上切断线索 江社长同意了 随即老崔带着两名猛将 潜入到了沿边 可自欣满满的老崔 却在低头舌老棉这翻了船 看到两个猛将 以身手异处被打包装带 老崔被眼前这个 其貌不一样的老棉震住了 在情人家里的江社长 正在骂娘 这个老崔去做事 连个消息也没有 老崔的电话却打过来了 老棉自报家门 他已不请自道 双方见了面 并谈成条件 江社长出钱 老棉出力 抓到九南 受了一半定金的老棉 也加入了寻找九南的队伍 而野狗九南 溜回了刚来韩国的街头点 下面几个画面 像不像刚跳伞后 舔装备的你 从蛛丝马迹找到线索 并绑回了街头人 逼迫他联系了舌头 安排了回国的船 可电视里 一宗碎尸案疑犯 被逮捕的新闻 引起了他的故意 这疑犯不就是老婆 在韩国那个乡好吗 他九南现在不敢露面 出钱找了个路人甲 冒充亲属去认识 自己则慌忙赶往码头 交了钱 被舌头带到了集装箱前 哎 总算能回国了 眼看门就要关上 九南突然看到 乡内货物上 目的地醒目的打着日本 他心知糟了 自己又被摆了一刀 抽出匕首一通乱扎 奔着码头大门跑了过去 可大门口站着的 正是带着一大票人 顺着线索找过来的老棉 这头码头追逐站 砍刀斧头 跳海追车 场面是相当精彩 结果 九南又绝处风生 老棉带着手下 回到了卧点 沿边战神老棉的成名站 也就此开始 这一大票干犯人 正围坐一起啃着大骨头 老大老棉嘴饱后 回房睡觉 可却突然想起了什么 电话通知江社长 前来商议 没过一会儿 等待中迷迷糊糊睡着的老棉 被一阵打斗声吵醒 环谷四周没有趁手的家伙 随手抄起了一根大棒骨 窝点顺势成了人间炼狱 刚才还活蹦乱跳的一大票人 都已领了盒饭 成了光杆司令的老棉 一把火烧掉了窝点 很明显 只有江社长知道这个地方 这个眼里 只有钱的老棉彻底炸了 本地的帮会 真是太没礼貌了 老棉独生一人 杀气腾腾地 前往了江社长的公司 而久男也接到了 去认识的路人甲的电话 拿着照片在路人甲 看着残缺不全的尸体 敷衍地对久男说 很确定 一眼就看出来了 是他 禀一馆着急火化 久男同意了 万来俱灰的久男 来到了金教授家 正巧遇到了金教授的老婆 久男把手指还给了他 并且是自己不是凶手 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 但是即便是死 他也要把主谋带上垫背 他从金教授老婆嘴中得知 幕后黑手正是江社长 趁其不备抓到了老崔 得知了江社长的公司位置 刚要开车前去报仇 突然闯出的车 把久男撞晕后 塞进了后备箱 迷糊中的久男 听到俩人对话 也是来灭自己口的 先是反杀一人 另外一个毛贼下谈了 解释自己也是收钱办事 付钱人的名片就在车上 边解释边后退 一个失足摔死了 看到名片 某银行朴经理 这又是谁 怎么感觉全世界都要灭了我 这个朴经理咱稍后再说 得知派去的刀手被老绵团灭 江社长大发雷霆 这时又得知 手下抓到了一个 最近经常喝醉酒 就嚷嚷着 是自己杀掉金教授的 一个餐厅服务员 感到公司一番讯问 得知真相的江社长 心态炸了 原来银行朴经理 是餐厅的常客 最近每次喝醉酒 就放出话 要找人做了金教授 餐厅服务员想接了这活 媳妇闺蜜的情人老绵 正好做这个生意 这个乌龙大了 忙活了一大圈的江社长 欲哭无泪 可就在这时 一手斧头 一手尖刀的老绵 推门而入 画面一软 满屋小弟 已被老绵收了人头 让以下城筛子的江社长 为自己包扎了伤口 老绵还是那句话 把尾款给我结了 俩人去取钱的路上 江社长跳了车 深夜的街头 两人一番厮杀 江社长被老绵抱头 而战神老绵 也终于领了盒饭 这时 久男才姗姗来迟 从江社长留给人间 最后断断续续的画中得知 原来 金教授和江社长的情妇有染 让江社长下了杀心 第二天 拿着妻子骨灰的久男 来到了朴经理上班的银行 却发现 正在朴经理对面 办理遗产手续的 正是金教授的老婆 感情 这俩原来另有私情 自己对金教授老婆 掏心掏肺的一番话 换来的 却是银行朴经理 雇用的两个不专业的小毛贼 久男心灰意冷 转身离开 留下的是瞪大眼睛 惊慌失措的两人 码头边 久男逼迫船老大 出海回国 最终伤势过重 抱着老婆的骨灰壳 不甘地在船舱角落 永远闭上了眼 至此 电影结束 或许黄海 才是久男最好的归宿 这是一部劝人向善的黑色电影 直面社会的那些阴暗角落